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762集 林 展昭抱着小四子拽着萧梁继续赶路 不让俩小孩再说什么园房之类的话题了 可是不说归不说 展昭想想还是觉得不爽 多多就这么被白人犯骗走了 展护卫瞬间有一种自家闺女被骗走了的郁闷感 不想 展昭加快脚步 想着怎么电也得跟白玉堂讨个说法 白云帆竟然拐他家多多 而且还是生米煮成熟饭了成何体统 以后生出来小马一定要跟他家多多幸 展昭拐过大街 就快到开封府的时候 看到了街角一抹熟悉的白色身影 就见白玉堂正站在街边的一条巷子口低着头 不知道在找什么 不远处的开封府门口 阴侯抱着胳膊靠在门边 天尊坐在台阶上 拖着下巴 二位老人家正看着白玉堂 是白白 妈妈 白白换新衣服了 小四子伸手一指白玉堂 展昭第一次见白玉堂穿这一身 估计是换季了 陆雪儿给他送新衣服来了 白白这身好好看 嗯 这只美貌的耗子 看在脸和身材的份上 算了 不跟他计较了 话又说回来 多多也不算吃亏 白云帆简直是马中白玉堂 我要是找白玉堂麻烦 多多说不定还不愿意嘞 生外相吗 能生批小马出来也是好的 胡思乱想着 展昭已经走到白玉堂身后不远处 白玉堂似乎没发现 依然认真在找东西 爸爸在找什么呀 展昭也不解 再看看两边楼上 站满了各种大姑娘小媳妇 脸红扑扑围观中 白玉堂平时也算身居检出 大多时候都和展昭一起在外查案 上一趟街也是形色匆匆 今天怎么站在街上随便看呢 我爹就说白老五是真帅哥呢 瞧瞧这块 调顺盘子正 展昭本来正愣神呢 听到之后张大了嘴看萧良 萧良子 什么叫调顺盘子正 是场面的黑腕吗 谁晓得呢 大概是说面跳盘子什么的 反正这话用来形容人好看 小梁子嗓门停响 四周不少路人都笑了 展昭就见白玉堂都回过头来了 有些无语的看着他们一大俩笑 那头阴猴摇头 小梁子再跟赵卜他们那一帮人混下去迟早变流氓 天尊则是乐得跺脚 调顺盘子正 玉堂 你干嘛呢 展昭走到白玉堂身边 楼上原本就闹哄哄的姑娘们这会儿更开心了 小声议论 我就说只有白五爷展大人没在呢 这不来了吗 他俩站一起就是顺眼 你看他们说话都说话了 叫玉堂了 我也喜欢听展大人叫玉堂 我听说啊 白五爷关展大人叫猫儿 行 好甜啊 展昭叹气 还挂在脖子上的小四子跟楼上姐姐们 灰灰胖乎乎的小手 瞬间群情汹涌 小四子 快来给姐姐抱抱 以后准看不准目 小四子鼓起腮帮子 四周围沉默片刻 随后再一次更加吓人的群情汹涌爆发了 准看不准目 团子站起来了 小四子好不容易硬起了一回 见人多赶忙又缩回展昭怀里去了 展昭见四周围闹腾的都快赶上皇宫饮宴了 又瞧了白玉堂一眼 这身白衣服是不错呀 瞧白号子这身材 肩宽腰窄 腿又长 一想起刚才小梁子那句调顺盘子正 展昭就眯眼 拽着白玉堂回府 你站大街上干嘛 回家 白玉堂无奈被展昭拽进了开封府 殷后和天尊尾罪进去 小梁子也想进门 余光却瞥见了地上的石板凤梨 似乎卡着个什么东西 亮晶晶的 小梁子眨眨眼 蹲下抠了两下 被他从石板凤里抠出来了一小片铜板大小的 薄薄的 蓝灰色的指甲片一样的东西 还是玉片 感觉挺硬的 又有点韧劲 小梁子拿起来 对着半空中的日同一照 发现那假片上 还有一圈一圈的纹路 似乎是螺纹 小梁子搔搔头 觉得好似是哪儿见过 随后想起来了 这长得挺像鱼鳞的呀 不过萧梁没见过这么大的鱼 只知道看着蛮值钱的样子 刚才白玉堂会不会是找这个 貌似挺贵 倒是符合白玉堂的品味 于是小梁子攥手里了 溜达进开封府 准备给白玉堂看 如果不是白玉堂的 那他就留下了 一会儿钻个眼 穿一根红绳 给小四子做书签 回到院子里 展昭都没回喵喵楼 拽着白玉堂就问 吃中午饭了没 白玉堂愣了愣 随即摇头 他今天光顾着忙了 怎么你一个人都不知道 吃饭呢 于是展昭拉着白玉堂去吃饭 吃完饭咱们就进宫 下午探四海店 围墙都拆掉了 嗯 展昭边拉着白玉堂往厨房走 边摸鼻子 我闻到甜酒酿的味道了 甜酒酿 天尊眼睛一亮 拽着殷侯往厨房走 殷侯不开心 他家外孙回来 就只顾着白玉堂 都不跟他说话 小四子拉着小梁子 要去马厩给多多喂枣子 小梁子一看到小四子 就什么都忘了 顺手将那枚鳞片 往石桌上一放 拿着枣子 牵着小四子 跑去马厩了 展昭和白玉堂一路走去厨房 顺道将刚才公孙 从太皇太妃那边打听来的事 跟他说了一遍 白玉堂显然也很意外 一开始我也怀疑过 是不是刘后 或者是刘后留下来的余孽 但是时间上 的确是蹊跷 酒酿要闷一晚上 第二天才能吃 陈欣一听自家少爷没吃饭 就给他做了两个清口的家常菜 白玉堂坐在院子里 边吃饭边想心思 展昭往他碗里夹菜 你大白天站在街上干嘛呢 白玉堂将他在路上 碰到一个蓝皮肤的人的事情 说了一下 展昭听了就是一惊 不是人是什么 什么凶兆 那究竟是人还是什么东西啊 别人都看不见 只有他们家人能看见 殷侯指了指白玉堂 还有谁能看到 除了玉堂之外还有谁 他娘亲还是外公 哪儿啊 灵儿能看到 天尊画刚出口 桌子下边殷侯踹了他一脚 天尊一愣 随后赶忙端着杯子喝茶 不多说话了 白玉堂和展昭都打了个愣神 天尊摆明说漏嘴了 哪个灵儿 封姑姑 天尊瞧殷侯 那意思 给打圆场呀 殷侯无奈摇着头看一旁 才不谈这浑水 你自己闯得祸四季缘 我姑姑不是灵养的吗 为什么我能看到 她也能看到 另外一个灵儿 我就认识这么一个灵儿 天尊憋着一口气 似乎是在想办法 最后一张脸都憋红了 猛地拿眼角撇殷侯 殷侯见死不救 佯装没看见 只觉得天尊这嘴快闯祸惊 要被陆天涵念死了 封姑姑不是收养的 莫非跟我有血缘关系 她疯癫 是因为总能看到 些别人看不到的事物 知道些别人不知道的 疯疯癫癫神神道道 莫不是因为 她也能看到异象之招 白玉堂何等聪明 摸着下巴就开始推敲 展昭拖着下巴 看天尊的脸色 就见他捧着杯子 脸都快塞进杯子里去了 样子像做错了事的小四子 于是就戳了戳白玉堂 顺便往他碗里 再塞了一筷子菜 看来猜对了 白玉堂瞧着天尊 展昭小声提醒他 柳寒兴莫名其妙被逐出师门 你外公对他讳莫如深的样子 他内静跟你外公相似 天赋一柄 还特别关心陆灵二 天尊睁大了眼睛看展昭 展昭一条眉 外公悄悄跟我说 你还说我闯祸惊大嘴巴 你看你自己动 你这老实人哪 明显那是唬你呢 阴侯无奈 天尊眨眨眼 回头瞧 展昭其实早前就有些怀疑 这次顺便试试天尊 果然天尊很单纯好骗 于是对白玉堂挑眉 根据你师父的反应和我的推测 也许柳寒星跟你外公不只是师兄弟那么简单 估计还有血缘关系 而你封姑姑呢 可能是他的亲闺女 因为天赋一柄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交给你外公养着 展昭正说着 刚在外头吃了一顿素面的无沙大师 煮着馋掌溜达进来 刚刚好听到展昭这句话 牛脸看了看天尊和阴侯 哎 这小孩子养得太聪明也是个事 哼 欺负人 无沙大师默默又出去了 貌似没有吃饱 小林子怎么还不回来啊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